有了大约大约数学成功 却九章数字排列同样还是比五位真心阴阳数黑白点 而它的数字排列遵循着数学中九宫格子基本原来 这就是沈黎峰来看 九对应数为一 因九相对应 左边是四 九边是七 三 七相对应数之和也为十 斜着那么二对应的八 二八为十 四对应的六四六五 对应数之和为十 以五为中心 那不妨三数相连之和都为十五 只有一到九 九个数字排列 所以它的最主义就是九和的级别代表 那它最早的就是由果人夜观天相得来的形象图 果人智慧的结晶 好的 各位要喜欢葡萄洛书 咱们就来看看这外围的先天八卦 也是今天咱们来到福西庙最值得了解的 说到八卦了 咱们五为肯定不没收 尤其是对咱们现入今生活中常常欢迎用到 刘文王演义的后听八卦 它的多研究不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而今天咱们要了解的先天八卦是其处是自然科学 这每个符号康斯大同小一都有简单的桑红组成 但有区分就是长的和短拍的 长红叫做阳瑶 顿红便叫做阴瑶 首先来看这两个符号最为独特 纯阴即阴 纯阳即阳 对应的呢 并是万圣母间最大的阴和阳 指的就是咱们各位头顶的天 最大的阳 脚踩的地 最大的阴 用钱坤而挂来表示 同样的里含父亲母亲 也计男性和女性之一 接着来看我们西边右手段用 坎挂坎坷的坎土签坎 竖着来看这个符号它像是什么字呢 水 对 水 就正是水之意 过于西风代表的树还有月亮 而有着对应东风便叫做梨 广分离的梨 一顿红两长口 阴阳符号五指互换 事物便有着相反相互应 所以它所代表的就是火 就是太阳之意 其实咱们来看一句地形卦类 说到地形 地势地貌特征 肯定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 它就是西北和东南 西北这一带 咱们常常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 红土高峰 到处都是从河地底的上风 而海之多用的东南阳海手 这一带的地势频繁靠近河流 河流和河海河 都是水里的表达 所以西北的更卦 良好的梁区调 上方一点都更是山之意 而东南的对卦 对性丑目的对 对之意 就是则 山则 西北 东南 那最后呢咱们来看一组气象卦位 归属气象分别是东北的镇 以及西南的迅 东北的镇 镇动的镇 它指的是天上打雷的雷 而雨雷相对一样 西南的迅观 指的是咱们这一年四期 无处感受不到的气象 它看不见也摸不着 但是呢 越是沉托另一种意志 才可以感受 证明它的存在就是风 所以咱们听到的 十八种过程的自然现象 分别是天 地 水 火 声 则 雷 风 这就是新天的八卦 因此呢不需要被好人称称 是中国最导的气象专家 将天地真自然借往我们变形的变化 规律都是南口包含在其中 好了 各位咱们接着去荣光台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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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